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流泪 望着哺乳他长大的老黄牛即将被送去屠宰场 狗狗发出了悲痛无力的爱好 为什么这只小狗对老黄牛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吗 狗狗名为奥斯卡 在他出生第三天狗妈妈便离世了 自此黄牛就成为了奥斯卡的妈妈 据主人说 奥斯卡是喝着牛奶长大的 他们已经一起生活两年了 并且感情非常好 奥斯卡非常顽皮 很喜欢骑在牛妈妈身上 可无论奥斯卡如何调皮 黄牛从未生气过 对他更是视如己出 每天他们会在一个盆里吃饭 在一个地方休息 几乎每天形影不离 黄牛和狗狗过着幸福简单的生活 就这样 七百多个日夜过去了 但在这天 主人因为经济困难 不得不将黄牛卖掉 黄牛似乎知道了即将要发生的一切 他不停地舔着奥斯卡 仿佛在做最后的告别 几人费了很大力气 才将黄牛拉出了牛棚 看到这一幕的狗狗用力地呼喊着妈妈 好像在说妈妈别走 看着黄牛远去的背影 狗狗流下了眼泪 这一幕让人心碎 黄牛听到狗狗的呼唤一直挣扎着脚步 怎么也舍不得离开 看得出此刻黄牛的心里是无比难受 眼含泪水的狗狗一直盯着门口 仿佛是在回忆过往的点滴 狗狗坐在门前一边又一边地呼唤着妈妈 下一秒奥斯卡仿佛做了一个重要决定 他跑出了牛棚 任凭主人在后面如何呼唤 他却头也不回地奔向黄牛离开的方向 听见牛妈妈的呼唤 狗狗加快了奔跑的步伐 他想尽快追上黄牛 跟着牛妈妈的踪迹 狗狗穿越了几条街道 最终在一家牛棚里找到了妈妈 当见到妈妈的那一刻 狗狗不停地跳来跳去 激动的心情快要喊破了喉咙 众人见到这一幕也被深深感动了 难以置信的亲情 却让两个截然不同的物种紧密相连 此时主人赶来 狗狗朝着主人不停地叫着 眼神中充满着哀求 仿佛在说请别将我们分开 主人说过段时间就好了 说着便准备将奥斯卡抱了回去 怀里的狗狗依然不断挣扎 发出绝望的嚎叫 回到牛棚里狗狗眼神里充满着悲伤 他就这样痴痴地望着门口 好像在期待着妈妈的出现 自从牛妈妈走后 奥斯卡已经几天没有吃东西了 主人怎么安慰都无济于事 门口的位置奥斯卡每天望了无数遍 可怎么也看不见妈妈的身影 突然牛妈妈出现了 随着牛妈妈的一声呼唤 奥斯卡转身看去 难以言表的喜悦让他奔向了妈妈 他高兴地跳跃着 摇晃着尾巴 好像中了五百万大奖一样 主人对奥斯卡说 这下你满意了吧 原来主人看到奥斯卡每天不吃不喝 自己实在很不下心将它们分开 最后咬咬牙又将黄牛熟了回来 奥斯卡终于又可以和黄牛妈妈一起生活了 事实上 动物也同样拥有感情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认真善待 这只浣熊简直太幸福了 一边享受着日光玉嘴里还喝着果汁 每天都要到海里游上几个钟 并且还配备专门的教练 这小日子过得比我都好 浣熊名为奥斯卡 其实是个名副其实的大懒虫 它的体重已经达到五十多斤 是正常浣熊的两倍之多 看着摇摇晃晃的坠肉 就知道里面装了多少脂肪 主人说奥斯卡胖成这样 完全是因为泰兰所造成的 这家伙每天要睡二十个小时 打呼噜的声音比打雷还小 并且睡姿比自己还要销魂 在没睡够之前 谁也别想让他起床 奥斯卡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 就是跑出去找吃的 听到声响的主人立刻赶来 发现奥斯卡正在偷吃花生 还敢吃花生 自己不知道几斤几两万 为了帮他控制体重 主人严格限制奥斯卡的饭量 每次都会加一些减肥餐进去 可奥斯卡可没那么容易被忽悠 每次专挑中间空心的吃 对于减肥餐他是一概不碰 要是白天吃不饱 这家伙会半夜起来跑去偷吃 主人看到奥斯卡干饭的样子 竟无奈有好笑 再这么吃下去就可能走路都费劲了 虽然奥斯卡有点胖 但智商非常高 完全能听懂主人的一切指令 主人说转圈他就转圈 还经常撒娇卖萌和主人要临时吃 为了帮奥斯卡减肥 主人每天都要为他准备一碗新鲜的蔬菜汁 显然奥斯卡非常抗拒 除了在饮食上控制 主人每天都带他散步增加运动量 可才走了两分钟 奥斯卡就耍起了赖皮 停下原地怎么也不走啊 主人无奈只能把他放进推车里 想让奥斯卡走上十分钟 简直比登天还难 难怪这家伙胖成这样 不过奥斯卡还是比较喜欢游泳 每次都在水里玩得不亦乐乎 都说浣熊喜欢捉鱼 于是主人在家里帮他建造了一个鱼池 可此时他已经今非昔比 捉了一个小时愣是一条也没捉到 搞得奥斯卡很是伤心 自己明明是头熊 却连条鱼都捉不到 看来自己真要减肥了 一只猫头鹰突然站在窗外 妮卡阿姨连忙打开窗户 询问猫头鹰到访有何贵干 可猫头鹰一言不发 眼睛紧紧盯着妮卡 仿佛若有所求的样子 虽然妮卡阿姨是动物专家 但也只能听懂一半鸟语 更何况这家伙一声不吭 一站就是几个钟 那么他究竟要干什么呢 此时外面的气温已经超过40度 猫头鹰明显呼吸加重 为了防止猫头鹰中暑 妮卡阿姨拿来喷雾气给他降温 猫头鹰并没有躲闪 反而一服享受的样子 仿佛他知道妮卡的好意 妮卡阿姨再次询问猫头鹰 你到底是来干嘛的 可猫头鹰就是不说 妮卡阿姨为他挤口水后便离开了 几小时后 妮卡阿姨发现猫头鹰居然没走 并且还惬意地享受着日光浴 那圆圆的大眼睛一直望着妮卡 眼神中还透露着几分温柔 妮卡有点纳闷 难道这家伙是来求收养的吗 此时身后的小猫头鹰突然叫了几声 妮卡看着窗外的猫头鹰 顿时明白了一切 原来这只猫头鹰是来找宝宝的 几个月前 家中的猫咪在附近发现一只受伤的猫头鹰 于是妮卡将它带回家精心照顾 现在小猫头鹰已经痊愈 看来猫头鹰妈妈是掐着点来的 妮卡阿姨询问猫头鹰 能否晚几天再来接宝宝 她还需要做个全面检查 见猫头鹰没有回答 妮卡阿姨拿出玩具作为交换 可猫头鹰妈妈明显不买账 嘴里哼哼唧唧地不知在讲些什么 但最终猫头鹰还是接受了妮卡的礼物 表示同意妮卡的做法 临走前猫头鹰还鞠躬对妮卡表示感谢 几天后的清晨 猫头鹰居然叼着一封信站在窗外 妮卡阿姨不可思议地打开窗户 询问猫头鹰是自己的信件吗 猫头鹰盯着妮卡仿佛在说 还不快点取走 等着我给你拆吗 妮卡阿姨伸手就要去拿信件 可猫头鹰却紧紧咬住不肯松口 妮卡阿姨问猫头鹰是不是搞错了 猫头鹰哼哼唧唧地说 没错 就是你的信 是我的信你还不快松开 可猫头鹰还是咬住信封不放 你先答应我把宝宝带回家 我猜给你信 妮卡阿姨按了几下猫头鹰鼻子 表示同意 这下猫头鹰才松开口 妮卡阿姨拿出小玩具犒劳一下它 猫头鹰一脸严肃地说 我不要玩具 快点把宝宝给我 妮卡阿姨转身看了一眼猫头鹰宝宝 似乎她也在呼唤着妈妈 最后妮卡阿姨决定让他们母子团聚 万物皆有灵性 保护动物人人有责 小老虎凶巴巴地叫嚣 我可是森林之王 你最好别动我 不然我就吃了你 饲养员拿来一气准备测量一下体温 小老虎瞬间慌得一批 要打真了要打真了 你不要过来啊 小老虎吓得躲到墙角 奶兄奶兄地威胁着饲养员不要靠近 可下一秒直接就怂了 饲养员一把将它从角落里拎了出来 原来今天是胡宝宝打疫苗的日子 本想着逃离饲养员的魔爪 可看见饲养员拿出了两米长的针头 小老虎吓得全身瘫痪 四肢明显不停使唤了 随后饲养员一针就扎了进去 小老虎一边喊着奥利贝 一边说着我是老虎我不怕疼 注射完成后的小老虎精神有些恍惚 大口喘着粗气 看来是心里已经崩溃了 堂堂森林之王也怕打针呢 前一秒还在角落狐家虎威的小老虎 被饲养员抱住后瞬间秒变怂惑 一脸生无可恋的模样好像在和世界告别 饲养员告诉他 打针就和蚊子咬一样 保证一点也不疼 半信半疑的小老虎还在犹豫 此时刚打完针的那只大喊 别信那个女人的鬼话 小老虎马上不淡定了 一番折腾后小老虎精疲力竭 最终还是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打完针后这家伙一动不动 不知道是疼晕了过去 还是被吓傻了 把他放开后居然蹲着行走 目睹前两位小伙伴的遭遇后 任凭饲养员好话说尽 可这只怎么也不肯出来 最后二人合力才将他拎了上来 小老虎骂骂咧咧 要不是我还没长大 你们怎么敢这么对我 虽然知道难逃一劫 但这家伙还在挣扎 没办法饲养员只能将他抱起来 这下小老虎彻底没辙了 随后饲养员给他做了个眼部检查 别看他身体动不了 一脸奶胸的样子还要试图吓唬人 饲养员转身挑了个最大的针头 随后一针扎了下去 小老虎一脸绝望 似乎已经忘记了疼痛 原来老虎是真的害怕打针 希望小家伙们能健康成长 早日成为森林之王 流浪猫腿不残疾 狗狗化身保护神甘愿成为他的双腿 世上真有跨越种族的爱吗 猫咪和狗狗的故事感动了千万网友 几个月前奶奶在野外 发现一只浑身是伤的猫咪 他的双腿被人打断 多么狠心的人才能做出这样的行为 此事想给坏蛋500拳的扣888 好心的奶奶将猫咪带回了家 猫咪好奇地观察四周 仿佛在说我终于有家了 狗狗望着可怜的猫妹妹 主动上前帮他舔着脚上的伤口 这一刻他决定要照顾妹妹一辈子 奶奶说自从收养猫咪后 狗狗放弃了自己住了十年的房子 几乎不分白天黑夜地陪在猫咪身边 而猫咪也非常依赖他 它们就像胶水一样粘在一起 由于行动的不便 猫咪的后腿经常被磨得血肉模糊 这时狗狗就会用舌头帮妹妹清理伤口 他用行动告诉妹妹 坚强点一切有我呢 他是他的保护神 而他是他生活下去的希望 这天中午奶奶拿来了猫妹妹最爱吃的小鱼干 妹妹大口吃得很香 而狗狗就在一旁看着 奶奶将鱼干送到他面前 而狗狗只是闻了闻 难道他不喜欢吃吗 奶奶说其实他馋得要命 但他永远都是等猫咪吃完才去碰剩下的食物 狗狗宁愿自己饿着也要让猫妹妹先吃饱 此时被感动的寝扣666 狗狗对猫妹妹非常温柔 但如果有其他狗狗试图靠近妹妹 他立刻变得凶狠起来 就连昔日的好友小黑他也不让靠近 谁不想拥有这样一位宠妹狂魔呢 在如此强大的安全感之下 猫咪感受到了未曾体会过的幸福 当一觉醒来后 猫咪发现哥哥不在身旁 环顾四周后 他拖着残疾的双腿奔向远处 每向前挪动一部猫咪都忍受着巨大痛苦 最终他在角落里找到了狗哥哥 狗狗不断舔着猫咪 仿佛在告诉对方 别担心 我永远不会离开你 猫咪依偎在狗狗怀里 久违的幸福再次袭来 到了清理伤口的时间 奶奶将猫咪抱进屋里 可狗狗总是不放心地跟上去 看他的样子真的很担心 奶奶帮猫咪清理伤口的时候 狗狗就乖乖地在外门等候 每次的清理都非常疼 但猫咪从来不叫一声 也许比起流浪的日子 此时的生活真的很甜 看着小家伙可怜的样子 奶奶抱着一丝希望来到医院 希望能将他的双腿治好 可经过检查后 医生说猫咪的脊骨和后腿多处骨折 能活到现在真实的奇迹 对于治愈已经是不可能了 奶奶在医生的建议下 将猫咪的活动范围缩小 并且铺上泡沫 防止后腿与地面摩擦 导致伤口感染 狗狗也陪着猫咪一起搬进了新家 如果您也被感动了 请分享给更多的人 万物皆有灵性 关爱流浪动物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一只松鼠想要伸手去拿小哥手里的松子 可犹豫再三还是把手收了回来 小哥见松鼠如此腼腆 便不断将松子塞进小松鼠怀里 突如其来的幸福让小松鼠有些不知所措 直到怀里被塞得满满当当 小松鼠还呆呆地愣在原地 为什么这只小松鼠一点不怕人类呢 原来几天前小哥在丛林游玩 无意在路边偶遇了这只松鼠 刚开始小家伙还不敢靠近 可见到小哥手里的松子后便凑了过来 小松鼠一直盯着小哥手里的松子 见对方如此拘谨 小哥随即说了一句 都是你的 不过我这里还有 小松鼠一听有点懵了 怎么对我这么好啊 这家伙是不是有什么企图呢 小松鼠陷入了无限的沉思 看见松鼠没有反应 于是小哥告诉松鼠 你放心吃 不过我包里还有呢 小松鼠犹豫了一下 想伸手去拿眼前的松子 可突然脑海中浮现妈妈的冰嘱 马上又将手收了回来 妈妈说不能轻易接受别人的礼物 况且世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 小松鼠反复斟酌妈妈的话 面对如此诱人的松子 小家伙也是非常纠结 自己到底要不要吃点了 毕竟这可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啊 小哥也是被松鼠的样子逗笑了 见小松鼠一动不动了 小哥刚想解释清楚 可小松鼠早已不见了踪影 第二天小松鼠直接奔向了小哥 他知道小哥不是坏人 可当小哥拿松子给他时 小松鼠却跑开了 原来身边还有其他人 小松鼠仔细打量着对方 看见小姐姐手里也拿了一把松子 松鼠上前看了一眼便连忙跑开了 临走之前小松鼠告诉小哥 下次别带其他人过来了 几天后的清晨小松鼠又跑过来 小哥为他准备了丰盛的早餐 这回松鼠没有客气 直接上前大口地吃起来 小哥拿起小蘑菇想让他尝尝 可松鼠似乎并不感兴趣 一颗小小的松子 却装满了小松鼠简单的快乐 对于小松鼠而言 幸福就是每天都有吃不完的松子 吃饱喝足后 小松鼠高兴地在草丛里跳来跳去 似乎很开心自己能交到第一个人类朋友 从此以后 小哥也会经常为小家伙带来松子 而小松鼠也把小哥当成了朋友 经常肆无忌惮地从小哥手中抢走松子 有了这个土豪朋友 不知道小松鼠会不会吃成的大胖子呢 眼前人和动物和谐相处的一幕多么温馨啊 万物皆有灵性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这么该萌的小家伙 你爱了吗 单身30年的和尚结婚了 而眼前的鸵鸟就是他的妻子 说着和尚便在众人面前撒起了狗粮 可以看出他们相处得非常融洽 苗条的身材配上卡兹兰的大眼睛的确迷人 众人纷纷指责关于他和鸵鸟结婚这件事 但和尚表示自己早已看破红尘 众人皆罪他独醒 一切随缘就好 和尚和鸵鸟几乎每天形影不离 当自己打坐的时候 鸵鸟就在门外静静守候 和尚说妻子担心自己会吃醋 因此只吃自己喂的树叶 一旁的大妈根本不信 便伸手去喂鸵鸟 可鸵鸟接过后便直接吐了出来 看来妻子真的非常守本分 和尚捡起树叶伸手拿给鸵鸟 果然鸵鸟高兴地吃下 但妻子也是个小心眼 如果看见和尚抚摸其他动物 便会毫不留情地去攻击对方 和尚每天都会为鸵鸟洗澡 看他摇晃的尾巴就知道有多喜欢 和尚说他沐浴的样子是最美的 仿佛世间的一切在此刻都黯然失色 洗完澡后 他会为鸵鸟耐心地梳理毛发 当和尚外出时 鸵鸟每次都会追到家门前目送和尚离开 当和尚回来时 他已早早地在路口等候 鸵鸟见到和尚骂骂咧咧 怎么今天回来这么晚 和尚赶紧安慰鸵鸟 看来对待妻子和尚果然有一套 那么为什么他会和鸵鸟相爱呢 原来多年前妻子不幸离世 几天后他便在墓地发现一只刚出生的鸵鸟 和尚坚信这便是妻子幻化而成 神奇的是鸵鸟竟能听懂和尚说的话 自此他们变在一起了 对于和尚的故事 你有什么看法呢 这个小女孩太厉害了 一上来就抓住狼王的脖子不放 还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坐骑 大叔说这只狼王凶狠无比 经常对着人呲牙咧嘴 但只要看见小女孩立刻换上一副嘴脸 在狼王的心里小女孩是他唯一的主人 任凭女孩如何取闹 狼王永远摆出一副温顺的样子 可为什么他这么听女孩的话呢 原来女孩的父亲是野生动物管理员 两年前从野外捡回来一窝狼仔 自此女孩就担负起狼妈妈的角色 这些狼每日要消耗大量的生肉 平时的投喂都是由女孩来做的 他还告诉我们投喂的技巧 如何防止自己受到伤害 然而尴尬的是 野狼们不吃父亲投喂的食物 见到父亲就会四处躲闪 就算被逼到了角落里 野狼也坚决不吃半口 甚至还和父亲凶了起来 看来这家伙还真是挑人了 女孩放学之后就会跑来喂食 狼王小心翼翼地舔着女孩手里的食物 生怕伤到女孩 只有女孩喂的食物狼王才吃得津津有味 吃饱喝足后 女孩会给狼王讲一个童话故事 可每次狼王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好家伙 这完全把狼当成了小孩子啊 父亲也是很纳闷 第一次知道狼还需要读书 可女儿始终觉得狼能听懂他讲的故事 狼群里还有另外一群邻居 那就是饲养员喂养的小土狗 小土狗们经常来骚扰狼叔 正所谓出生牛犊不怕火 狼叔呲牙咧嘴这招对他们完全不起作用 也只能凶一下他们 毕竟小主人百般交代过不能伤害小狗 也看小土狗不大 可是经常从野狼口中抢走食物 在心爱的每位面前 他可不管你是狼还是狗 不过大叔把野狼土狗外加狼狗一起混养 这大家庭属实有点乱啊 能分亲的朋友扣666狼群们也非常懂得报恩 每当大雪过后 他们就会充当小女孩的人力车夫 拉着女孩在雪地上尽情奔跑 看小女孩天真的笑容别提有多开心了 万物皆有灵性 他们也知道女孩对自己最好 所以园内的每只狼都对女孩毕恭毕敬 实际上女孩也成为了狼群家族的首领 眼前这只贪玩的猫咪被卡在了洗衣机里 只露出一个小脑袋在不断求救 看见有人过来 小猫咪喵喵喵的大声呼唤 快来遮遮我呀 也不知道小猫困在这里多久了 不过此时他终于看到了希望 对着大叔一直叫个不停 别光顾着拍照 快点把我弄出来啊 大叔上前抚摸着小猫脑袋 安抚猫咪不要乱动 小猫似乎也听懂了大叔的话 可怜的小眼神一直望着大叔 祈求大叔快点帮忙让自己出去 大叔观察了一下洗衣机的结构 发现小猫的整个身体都在洗衣机里面 小脑袋被卡在了排水出口 不知道小猫是怎么钻进去的 还好有人发现 不然小猫咪可能坚持不了多久 为了将小猫尽快救出 大叔找来了工具 随即对小猫展开救援 大叔想用钳子掰开底部 可一看是中国制造便果断放弃了 接着换上剪刀再次尝试 可没想到中国制造这么牛 在几次尝试后 大叔决定用剪刀从排水口的洞口 一点点剪开 为了防止伤到小猫 大叔小心翼翼按住猫咪的脑袋 用剪刀将卡住小猫的洞口扩大 而小猫咪也非常配合大叔 安静地等待着大叔的解救 随着大叔不停地剪 洞口也在不断地扩大 此时小猫咪发出了喵叫 似乎在询问大叔好了没有啊 就在大叔努力扩大洞口时 小猫咪激动地想要窜出来 大叔安慰猫咪 再等等马上就好了 由于剪切后的塑料片非常锋利 为了防止猫咪受伤 大叔用手紧紧护住小猫的脖梗 接着继续用剪刀修理着洞口 看着猫咪乖巧可怜的模样 大叔也是非常着急 但每个动作都要非常小心 生怕用力过猛伤害到小猫 整个过程中小猫纯净的眼神 也一直盯着大叔看 似乎在表达心理的感谢 随着洞口的慢慢扩大 小猫咪也离脱困越来越近了 大叔尝试将底座掰断 但质量实在过硬 只能按着原定的方案继续剪 经过半小时的努力 此时洞口已经扩得足够大了 大叔一只手轻按猫咪头部 另一只手托住猫咪的身体 然后缓慢将猫咪推进缝隙内 这时的救援必须要格外小心 很怕猫咪乱动弄伤自己 最终小猫咪被成功解救出来 小猫在大叔手里喵喵地叫着 原来是只研制很高的小奶猫 还好遇见了好心人 不然小猫咪就要去喵心了 看着眼前呆萌的小家伙 大叔高兴地把他举过头顶 考虑到小家伙是只流浪猫 大叔决定带他回家 给小猫咪一个温暖的家 家里的狗子看到新成员也是格外兴奋 但出于安全考虑 大叔一直将猫咪抱在怀里 随后猫咪被带到卫生间 小猫咪躲在角落里 也许经历刚刚的事情 小猫咪还是有些恐惧 大叔放好了温水 准备为他洗去之前那些不幸的遭遇 猫咪也是非常乖巧 好奇地看着周围陌生的环境 难道这就是我以后的家了吗 这么乖巧的猫咪谁能不爱呢 愿这世上再无流浪 也祝愿小猫从此有个幸福的喵生 眼前的大叔被一群浣熊围攻了 昨天深夜一只猫熊突然来访 于是大叔送给了猫熊一根火腿肠 没想到第二天晚上一群猫熊跑来敲门 一眼望去黑压压的一大片 数不清的猫熊聚集在门外 大叔准备将自己今早刚买的葡萄送给他们 可还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一桶葡萄就被吃了的金光 其中两只猫熊还因为一粒葡萄打起架来 他们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 就是为了能和大叔讨口吃的 为了让猫熊们能吃饱一点 大叔拿了一盒火腿准备投喂 猫熊们看见大叔手里的食物迅速围了上来 仔细一数猫熊足足有三十多只 好家伙 这是拖家带口来讨饭的呀 他们争先恐后地排队等着大叔发火腿 领到食物的马上跑到一旁享用美食 猫熊们也非常懂礼貌 井然有序地等待大叔分到自己手中 此时大叔格外开心 自己生活在山里几十年了 猫熊突然的登门造访 让大叔第一次感受到这么热闹的氛围 很快手里的火腿就分完了 还在回味着刚刚的味道 大叔决定热情招待这群朋友 他将冰箱里储存的小番茄全部倒给了猫熊们 不过这些对于猫熊来说完全是开胃水果 转眼的时间地面上已经空空如也 此时大叔再次走了出来 这些火腿可是我全部的家当了 小猫熊们眼睛紧紧盯着大叔手中的美食 还没等大叔坐下 猫熊们再次围了上去 大叔一根接一根地分给他们 也不知道这群猫熊从哪里冒出来的 平日在山里都很难见到一只 今天这是祖团来过年吗 身后的猫熊不断拽着大叔的胳膊 别光给他们分了 我等了这么久还没分到呢 大叔连忙塞给他一根 小家伙总算顺利领到了美味的火腿 五分钟后盒子里的火腿被分得一干二净 大叔示意猫熊们可以回家了 可他们还以为大叔又去屋里拿吃的呢 猫熊们在院子里一直等着 一转眼半小时过去了 猫熊干脆面丝毫没有要走的意思 大叔只好端了一盒饼干出来 看见美食的猫熊瞬间打起了精神 大叔将饼干撒在地上 这群家伙还真是不挑食 也不知道他们饿了多久 怕猫熊们吃不饱 于是大叔又将家里仅剩的猫粮分给了猫熊 这下应该够了吧 再不够我真的没办法了 此时觉得猫熊可爱的扣八八八 猫熊们一个个吃得心满意足 心想这下以后的饭票有着落了 可家里的猫咪不乐意了 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前盯着自己的猫粮 你把我的猫粮都给他们了 那我以后吃啥呢 想到这里小猫委屈地低下了头 大叔进门后安慰猫咪 这委屈的小表情简直太搞笑了 另一只猫咪也很生气 在厨房走来走去心里很是郁闷 虽然家里的猫咪很生气 但今天却是大叔最开心的一天 让我们为好心的大叔点赞 同时也希望看到视频的朋友能多陪伴老人 保护动物是永不过时的主题 我是小奶狗 我们下期再见